徐先生告诉记者 8月27号晚上 他到家住贵阳万科云岩大都会的亲戚家串门 结果在乘电梯上楼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让徐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这次排查 他在电梯里的视频和照片 竟然被误管工作人员发到了小区业主群里 更让徐先生不能接受的是 他还变成了造成电梯出现事故的破坏者 他们调了富二楼 富一楼 一楼 这三层楼的监控 就锁定了是我 因为去破坏这个电梯按钮 然后导致电梯紧急迫降 然后他就把我的头像照片 全部发到他们群里面 然后各种辱骂 然后指控就说叫我出来 根本就和我那个扯不上关系 根本那个按钮在一楼 然后我在富二楼上的电梯 从物业发到业主群中的视频中 可以看到 当天徐先生在富二楼左手边电梯旁 有一个伸手摸了一下的动作 那么这个地方是物业公司所说的紧急按钮吗 好 现在我们是在富二楼 对 当时我从这里进 我等电梯的时候 我就触摸了一下这个牌子 然后那边那个消防电梯然后发生故障 然后他就说是我造成的 消防警觉碰掉按钮的话 只有那边的那个号电梯才会有 而且在一楼不是在富二层 8月29号由于物业公司报警 徐先生前往公安机关配合调查 然后那边说不是你跟你没关系 11点在派出所处理完这个事了之后 然后那个还在在三年那时候 有一组在群里面发 他说他去了那物业办公室 问了物业 物业说确定这个人就是我 记者在小区业主群里看到 当时业主们的情绪较为激动 数次出现侮辱性用词 尽管小区物业随后发出了一则 关于电梯为什么会出现故障的 道歉通告 可连续两天遭受辱骂 这让徐先生是既委屈又气愤 他们不承认他的电梯故障 是大家的人身安全生命安全不顾 第二个问题的话 他继续诽谤我继续误告我 然后我要站出来 通过你们那个公平公正 来真正有公信的平台的话 让他给我澄清这件事还我清白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办公室 但并未找到相关负责人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 万科物业工作人员王女士 当时的仪式的人员是报个派出所的 那么也只是仪式 包括在物业的群里面都没有任何人说是哪家 或者是说哪个房号 但是当时没有确认 为什么会把业主的照片和视频 直接发到了业主群里面 我们没有发视频 视频我们都没发 我们不知道视频又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我们看到是物业管家发的呀 照片的那个的话 当时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大家画感画的 然后完了之后呢 都只是说仪式或干嘛 没有谁说是哪家就已经明确的 而对于徐先生提供的业主语音内容 王女士表示并无此事 如果说业主 他说是哪个业主说的 他们也可以把这个业主的反号和信息给到我们 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从中去协调 然后他们面对面去缩开 那么在没有确定徐先生是电梯事故责任人的情况下 物业公司直接将他的照片发到业主群里的行为 是否妥当呢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物业的做法肯定有问题 物业首先呢 它不是我们讲的有权的执法机关 要考虑我们所实施的行为 那如果说你把这种业主的这种照片 一些信息发布到这个业主群 最后导致我们业主遭受到这种网络暴力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物业管理公司就实施的是一种 这种侵权甚至违法的一个行为 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 张律师表示 对于在群里进行辱骂的业主 也侵害了徐先生的人格权 如果徐先生要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也可以一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